今年1月到7月 外国观光客来台人数 和去年同期相比 衰退8成以上 台湾的旅游景观 从来不只是几个景点那么简单 里面包含这一份深切的民族文化认同 就以清朝的台湾八景为例 旅游不分古今 到哪儿都得有一份碧区景点清单 清朝就是台湾八景 名字起的是相当的本气 我给您读读 有安平坂渡 沙坤与火 鹿尔春潮 鸡龙鸡血 东明小日 西雨落霞 飞庭听涛 城台观海 尽管听起来像是在赞美台湾的自然风光 但实际上真正让这八景成为当时台湾名片子 还是台湾蓬勃发展的文化 不光您听这八个名字 那就是文艺范满满 让人流言忘返 而且还有秋冯甲 王善宗这些文人 为他们创作了很多华美的诗篇 所以说八景得以不朽 实是文化之功 到了这日剧时代 日本天皇强行将台湾的御山改名为新高山 并且想通过操纵一次媒体投票 把这个新高山投成新版的台湾八景 但你想这个台湾同胞能干吗 于是台湾同胞通过这个媒体投票 开始反击 把日地统治者主义的新高山投到了20位开外 由于当时这个投票不限制一人一票 所以台湾同胞又踊跃地去管票 贯出了3亿多张票 当时台湾人口才只有400万 可以说 当时台湾同胞并不是在 简单地捍卫一个自然景观的排名 而是在抵抗日地统治者的无话教育 同时坚守自己对英国的一份文化认同 在当代 大度游客赴台旅游 那更是体现了两岸同胞间的民族情感 彼时 一具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温暖了两岸同胞的心 而大陆游客之所以对台湾有如此美好的印象 自然也是出于一份 同文同种 同根同缘的文化相近 以往台湾枪捷蕾 会做一首打游诗 但今天的收尾 要向大家介绍一首 台湾著名爱国诗人邱冯甲 描绘台湾名声99封的诗篇 白庄谁时显鱼文 立设重章劫后军 99封依旧好 近些好笔 写秋云 我是一哥 大家下期见